大家好 我是老胡 欢迎您关注胡关正经 今天咱们聊一聊7月份最新的我国各个地方城市的房地产统计数据 8月15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叫2019年7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这个70个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涨幅继续全面回落 但是我们看到各个城市之间分化的现象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总结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看房地产价格你很关注 我们整体来说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我们四个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7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 其中北京和广州只上涨了0.6%和0.3% 深圳是持平 上海是下降了0.1% 那么31个二线城市环比上涨了0.7% 35个三线城市也是环比上涨了0.7%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城市涨幅最大呀 那么新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名单中 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是7月份房价指数环比涨幅最大的城市 我相信这个数据可能挺惊人的 是吧 很多同学没有想到平顶山的涨幅7月份排在第一位 同时呢 西安市继续占据新房价格涨幅同比增幅第一位 平顶山市环比就和上个月比啊 西安是同比和去年这个时候比 最近八个月西安一直是稳居榜首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 值得你去思索了啊 我们知道由于各个一二线城市啊 这个管控明显升级了 尤其是信贷政策啊 这个利率的调整 贷款的政策等等 所以现在一线城市啊 包括二线城市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增幅了 你要看涨幅得看一些三线城市啊 另外我们看到啊 7月份这个新房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是60个 6月份是63个 所以还是有所减少的 这是新房价格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关心二手房 二手房也不太一样啊 7月份各线城市二手房价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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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